我们已知人格在意识聚焦到某一位面上时 透过其所关注的角色 进入某一特定的历史故事情景剧中 利用电子矩阵组合各个平行片刻点中的可能性 串联出自己一生的宿命蓝图 当角色我被激活后 在军意识、共生环境、头脑思想、角色我的心智和神魂的神智 构成了一个自我的套叠体 类似多党制的议会 而这五个意识主体分别依据自身利益主张着自己的权益 并在同一时间各自推送着不同的提案 这让经历中有了种种十字路口 载剧对应机体我的实相 头脑对应外在伪装实相 共生环境对应内部实相的小环境 心智对应所处故事线的相应实相 神智对应灵性环境中的内在实相 不过不管是内在实相或外在实相 一切有相都是思维以下梦宇宙中的一处舞台 或虚或时或静或动 都是精力与行动 都是品物的素材 觉悟的奇迹 梦醒后我们看梦为患 可是梦中哭的也追心 笑的也开怀 梦中的经历确实影响着我们的记忆与认知 因为在经历时 一切都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 角色我的清醒与睡眠 其实只是大梦与小梦的切换 犹如生与死 胎儿与新生 都是这切换间的过场 物质宇宙对肉身自我形成影响 反之亦然 梦宇宙对神魂形成影响 反之亦然 梦宇宙对物质世界形成影响 反之亦然 虽梦与物 自我与神魂 明相不同 虚实各异 其实本为不二之一 犹如冰水 物 基本粒子之差别 都是冥相之争而已 神魂在世期间 并不在意那些名利虚伪的攀比 他渴望透过打破自己固有的瓶颈 获得对生命更多的理解认知 而多数角色我 在世俗家庭的教化中成年后 慢慢地活丢了自己 成了失味素餐 数点忘组的电光招路 忙活了一生 却不曾在意生前死后 自己的神智是否有所获益成长